我說你們去你們台灣打工的渠道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這集想帶給大家比較輕鬆的影片 我昨天在玩英雄聯盟的時候 遇到一位疑似小粉紅的人 上來就噴啊 什麼要把台獨啊 掛在天安門前面全部這樣 也說什麼要S光光原住民啊 蔣介石是中國人 雖然他是中華民國人 對吧 但是他是從大陸領土來的 但是他過去統治你們 奴役你們原住民 我就好開心 對吧他就是在遊戲上噁心我 當然我也弄蒙古驚人 還有這個五胡亂滑 去噁心他什麼兩腳羊 那邊就噁心來噁心去 但是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開始這樣噁心嗎 因為有一個小草 最近柯文哲鬧了這些風波啊 他在遊戲上開始亂噴 誰不來救他誰又不來 然後他就噴你們都是民進黨 就從這一個開始 然後引到這個共產黨的議題 引到說要S光光那個民進黨的人 然後這個小草他又跟這個 小粉紅共產黨共軍站在一起 然後他又在罵台灣是草莓兵 他當兵當了一兩年 很厲害對吧 那他當兵也是為了跟共產黨站在一起 哇你們這個小草都是直接這樣不打製造的哈 這個小草後來也跟我交好友嗆了一句 我說我要跟他公開直播 他直接把我封鎖了 只有這個中國人他是願意跟我交流的 而且我們後面交流的是還蠻和平的 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我拍攝的後半部分 因為前半部分沒有拍到 因為前半部分 我也不知道他的這個反差這麼大 我也以為只是單純的互相撕逼 前半部分他的發言是蠻逆天的 到後面他有點確定我的立場 他有點被我說服 然後後面才轉向比較沒有粉紅的立場 因為他前面也跟我說中國有言論自由 是可以批判領導 但你要正面的批判 有沒有很像前幾天上半島電視台的那位 高志凱還是高志軒一樣 是吧 然後他也催近幾年中國經濟也是越來越好 在習主席的帶領之下 蓬勃的發展 但是呢 他月入三四千 在東莞打螺絲 躺平了好幾年 那他後面問我可不可以去台灣打工 有什麼渠道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就在大陸普遍8個中午大概是3000多左右 那個房租還剩下個2500左右 但是如果你看12個小時 你的信息能翻一倍 人民過著幸福 什麼大國的覺醒那個都是之後的事情 你要這麼多這個航空母艦 你要這麼多核彈 跟給你一天做6個小時8個小時 然後你的月薪有兩三萬期 你要哪一個嘛 哎兄弟一句話 跟家亂不亂 中國說了算 以前我是不認可那句話的 我發了近幾年之後我真的是發現我 我們國家可能就是GDP啊什麼樣的 啊什麼上班時間啊 不如美國那些的 如果就是說中國的軍事實力不行啊 韓國 本土的 越南 歐利賓 各幾個地方還有印度 他們票的還不還 上面還是俄羅斯 你剛剛都說 習近平是走毛主義路線 那你想要活在毛澤東的文革時代 還是鄧小平到江澤民的改革開放時代 個人覺得幸福度最高的時代 就是現在這個時代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的時代 那你說他是在走毛主義啊 他跟毛爺爺的路線是有差 有差異的 你把以前不好都改良了 老一輩人很多都覺得 毛爺爺他是很厲害的人嘛 我覺得他有好也有不好 但這種東西是可以說的 但是不想說他那個 就是說每個時代的人 每個人他認為好的領導人 但是進 我懂我懂我懂 就是你認為不好在哪 我覺得他不好呢 就是 You can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you are positive in attitude You can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if you're positive 像以前那時候 打地種吧 可能會傷了一部分的利益 就是很多人覺得他不好 我只是聽說我也沒有經歷過 怎麼說呢 你這種東西想玩就不想 公民場所說的 我怕都沒有人覺得我 對吧 對吧 所以你也清楚 就是言論沒有太自由吧 如果我現在用的 不是合法的VPN 我可以跟你聊 但是我現在用的是合法VPN 是正規的 就是專門來加速這個 台服英雄聯盟的遊戲的 所以 所以你剛剛說了 你喜歡這個時代 那你覺得這個時代 可不 又不能讓你正常的講話 沒有啦 只是說我講的 我怕不符合事實依據 這沒有 照不照謠啊 就是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的 就是你個人的觀感 這不是說你出去照謠啦 這是兩件事情 就是聽 這個聽別人說 打地種這個東西 我 我不知道 這個事情有沒有 我聽別人說 如果說我聽別人說 沒有這個事情 那我也屬於照謠的一部分 但是我個人就聽說過 別人說打地主 我個人覺得可信度 還是蠻高的 然後 這個東西是傷害了一部分的人 你導致很多 一部分 那你們課本不是應該都 都有教嗎 就是上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上台之後就是 反右運動 然後開始 文革 然後 破四舊 立四星 鬥地主 反四黑 四青 呃 還有一個 我記得 我感覺我親說 最牛逼的一個年代是什麼 還有人王住的 我那個年代是哪個年代來的 女子穿的花枝招展一點 一個男孩子牽著手 工工廠牌牽著手 可能男女都會看死心 我個人的觀念就是 我如果搞房子 就是我自己搞自己的房子 我會 外表搞得很一般 裡面搞得 儘量怎麼舒適怎麼來 那可是你老一輩的那些人 不那麼瞎 我 你外面風吹雨打的 陽光上火 你搞那麼好就屌用啊 真怕他媽 別人不知道他媽自己發了 對對台灣 你不跟那個媽的外面搞得 非堂皇 你那個媽的刷 刷八白的那種 我說你們去你們台灣打工有什麼渠道 那沒有啊 你幾歲啊 二十三 你大學畢業了嗎 大學我操那算了 門檻太夠了 我初中畢業去讀大專 然後讀了一天 你的學校打架就開除了 上學第一天嘛 你總說你 你剛從初中畢業那時候十五十六歲 血氣方剛大 對對對 然後那上都是 都是出來讀績效的 就績效就是大專嘛 反正就實際兩邊和解了 就不用報警 他說如果有哪一方不滿意的話 是可以直接報警 叫警察過來處理 該判死的該犯刑 該坐牢坐牢 學校就這麼說的 肯定沒坐牢 我們兩個人都一起坐牢 打工的話 按照我們這邊最低的哈 最低的時薪換算人民幣是四十塊 點七 挺高的 在那邊打一年功成點錢 我個人是很省吃年用的一個人 就是偶爾會消費一下罷了 就是你們那邊打工學歷要求那麼高啊 我們自己的話 我們就不限了 你可能高中或初中的話也可以這個錢 初中啊 對啊 初中或是高中畢業 如果你是台灣人的話 你也可以這個錢 我是為了保護自己國家人嘛 畢竟 像你外國人來來中國工作 你肯定要有點 要不就拿手了 技術條件 要不就是說你有學歷 你學歷是為了什麼 保證 表示你接受過教育 不會他媽的亂搞那種東西 是 其實我一直很迷茫最近 因為我是做SMT的嘛 哦 電路板 電路板 打工資 然後我之前在台企幹過 台企那個工資 我們台灣在我們這邊開的工廠 我XX那個制度有點牛逼啊 怎麼說 1等1 2等1 3等1 3等級 3等級 5等 1 2 3 4 5 6 7 8 9 嗯 這是什麼制度啊 你們那邊也有用嗎 那那是什麼 我沒有聽說過 我們上班那個地方的老闆 是你們台灣人 他在大陸開了很多家工廠 然後他都用了這個等級制度 他是九幾年就在這邊開廠 跟他蔣介石過去的 他真的沒開玩笑 他當時開廠說 他爹把一部分文物叫我們那個老闆 我一款一部分文物拿出來的東西 還給大陸 嗯 然後大陸給他貸款 然後他開了那麼多廠 他買的那些SMT那些機器都是日本 都是拿大陸的錢去買的 嗯 很聰明哦 那你俄羅斯當年就有好過度的宣傳啊 你不會知道俄羅斯 還要演對中國進 女生演對中國進行那個戰術和打擊 人生的人全部去你俄羅斯 嗯 你這樣搞的話 搞得我們全部去了俄羅斯 俄羅斯那女生要的人是什麼 什麼族 漢族嘛 我家給你換了 哦 然後我們的核武器 全部打掉美軍基地 然後把周圍的環境全部搞亂 要真要說越南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先 越南 就明朝獨立出去的 那個東西明朝 明朝是什麼 漢族嘛 漢族就成這樣東西 那你就獨立出去了 拿回什麼 那些都是沒腦子 所以這種一天言論的人 這種能說的話都說 不能說的也是跟你差別的 可以的就是暗示你 嗯 我明白 就是我們可能就覺得 是我們的社會 太幸福了 幸福層次太高了 太安全了 導致有一些就是吃飽了 鹹的蛋 發表這些逆聽言論 現在是二十世紀了 早前是中國的領土 我覺得這個人是非常逆天的 要不就是惡心 要不就是沒腦子 但如果你是一個年輕人 你說朝鮮跟韓國 以前是中國的領土 現在就是中國的領土 要拿回來 那是真的有點逆天了 因為我們要承認歷史 你在清朝的時候 清政府的不作為 導致這些領土割讓出去了 或者說劃分出去了 獨立了 那如果我們不承認清朝歷史 那我們又何來看足這個東西 這個說法呢 他可能都不理解 因為發言蜀國跟領土這兩個字 之間的區別 內南以前靠近廣西這一帶的吧 那確實是以前是明朝的時候 是我們的領土 但是明朝 更不希望是把它 他們要獨立 然後明朝允許了 就獨立出去了 這個東西能理解 明朝是漢人執政 那我們都是漢民族 承認 那你們不承認去吧 你有軍權嗎 你沒有 你有權利嗎 好啦 那個時間也晚了 我要去睡了 這麼早 我現在就要 那邊十九個燈吧 那你要起來運動一下吧 我也要睡啦 別睡也不行 不行啦 我女朋友在等我啦 我要睡啦 行吧行吧 你去睡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這個電話 我不想切 一定要保護朋友 我是爸的小鑫人掰